贾连害郭德纲失去体制内工作 2003年郭德纲在干爹连春明的支持下 参加了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 等于社也处于低谷期 本来连春明是想把郭德纲调进取义团的 但是取义团有规定 郭德纲必须获得相声大赛的一等奖 于是连春明就让郭德纲参加了比赛 在连春明看来 郭德纲一定能拿冠军 而郭德纲也没有让干爹失望 出赛时表现优异 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决赛中郭德纲与调第一个上台表演 不知是现场观众太乱 还是时长卡的太严 节目演出效果并不好 几个评委都给出比较低的分数 作为评委之一的连春明却在侯耀文诧异的眼神中给了郭德纲一个高分 不过即便如此 郭德纲还是无缘第一 而当时获得比赛第一名的正是贾灵和王瞳 没有拿到比赛第一名 郭德纲自然无法进入取义团 于是连春明就将郭德纲介绍给了马迹 虽然说郭德纲和马迹没有过多的接触 但是郭德纲被人围攻时 他不仅没有恶言相向 还直言 郭德纲的出现对相声界是一件好事 等于社15周年庆上 马迹更是不顾同行阻拦亲自提字 并派人送到演出现场 不仅如此 等于社入不复出时 连春明还写了一个剧本让郭德纲出演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小房东 就属于其中之一 其实不只是郭德纲 于超也十分感谢连春明 谁能想到被誉为相声皇后的于谦竟被老先生这样评价 当年于谦在一个相声班集训三四个月后 王世辰觉得于谦没有说相声的天赋 与其在这里混不如继续上学 于是就和团里商量 哪天集中观看一下于谦的演出 看看他是否还应该继续学相声 不行的话就让他的家人带回去 虽然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于谦 但还是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这对于于谦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在于谦想着要放弃的时候 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 同班的大学长 他跟我说你要不行准备就开 他是挽救你来了 对了 每天晚上我跟我那搭档就站着 说活呀说段子呀哪不对呀什么的 真正说相声学相声挨打 是挨在他手里的 就这样在学长的严厉教导下 于谦的相声表演水平飞速增长 时间很快来到演出时 于谦的表演获得全场老师的一致赞扬 王世辰更是满脸疑惑的看向于谦 你这不是说的挺好吗 怎么之前在我面前表演的那么差 不可思议的表情 仿佛于谦是故意耍他 就这样于谦顺利留在了学员班 至于那位帮助于谦的学长也不是别人 正是郭德纲干爹连春明的儿子连一杰 后来也因为这层关系 于谦认连春明为干爹 如今在看于谦 俨然成为相声界捧根的代表 哪怕在台上只有NR几个字 就能让当天的演出效果爆棚 你要想一辈子不痛过这个 这个 取俩媳妇 真是 不仅如此 于谦和郭德纲演出前从来不排练 甚至于连具体的剧本都没有 哪怕是各种大型演出 也主要靠现挂为主 老郭回忆起当年的相声大赛 心中满是愤恨 也是那次之后 郭德纲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声比赛 2003年 央视举办了一场相声小品大赛 郭德纲本来没想到参加 可是连春明说 只要他获得比赛一等奖 就能将其调进取一团 于是郭德纲拼尽全力 一路杀到决赛 但结果让郭德纲没想到的是 那场比赛 他不仅没有拿到一等奖 还因为比赛规则的原因 直接排到了20名以外 这显然让郭德纲无法接受 直接在台上杂瓜 虽然说时隔多年后 组委会主动给郭德纲道歉 并为其制作奖章 但对郭德纲来说 始终无法原谅 我跟他们聊天 我说你们那玩奖礼不奖礼 哎 没事别闹 别生气别生气 咱们是哥们 又给我做了一个奖杯 写个组委会特别讲 黑幕式肯定是黑幕 打那棋 我再也不参赛 你们天天跟过家家似的 如果当年郭德纲的名次 再靠前一点 可能后来的遭遇 就会大大不同 当然关于郭德纲比赛失利的原因 贾玲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郭老师那个相声 特别不适合上当时的电视 因为我们比赛都有限定12分钟 郭老师可能他 他不想在这种约束里面 去说自己的相声 我们就是背的词 一人一句一人一句 就卡到11分58秒 谢谢 我这讲的郭老师的心酸泪 其实想想并非没有道理 众所周知 郭德纲的相声从来不按剧本说 基本都是现挂 这也导致郭德纲在演出时 没有明确的时间点 想当年 郭德纲第一次上央视春晚时 就是因为时间卡的痕迹 导致很多包袱的效果 没有发挥出来 观众骂声一片 除此之外 还和郭德纲的出场顺序有关 郭德纲是第一个上台表演的演出 当时很多观众还没有落座 而且作为对第一个出场的选手 评委也没办法给很高的分数 因此郭德纲就吃了一些亏